2023台塘長榮酒店台南店 中秋價值現代 白白禮今天6月29日星期是 基本2023中秋分享名茶會有的茶會活動 至於萬洲商務送禮的訴求以外 另外提供公大民眾和企業可以選擇應徵的中秋裏品 同時也公開奮擁今年台塘長榮酒店巧思規劃的中秋裏意涵 套過茶會活動的茶道藝術和品味任意 搭配古書幽場的琵琶美妙的樂曲 更勝利成將中秋思青幽情的氣韻、癲、癲、無疑 現場寬大的飯店各方面幾邊好友 當時茶香水域、高田、暖春的精心舞后 鄭東坡總經理今天退出頓示列 上公讚賞標示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台塘長榮酒店今年特別提早推出中秋夜病的禮合的一個記者會 我想因為我們經過疫情三年多的疫情 大家在生活上其實都蠻擔心的 那我想給大家這個是我們的一個韌性 這樣度過來這個難關 那我想今年已經這個疫情 大家已經解放了 大家恢復一個正常的生活 那我覺得說這個節慶我們應該好好去慶祝 所以在歐葉分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去規劃整個的中秋夜餅 希望透過這個中秋的這個夜餅來搖替我們的詩情 我們的詩情 對朋友對親人的一個思念 透過這個一個好的一個藏意 尤其這個應景的夜餅 代表我們的一個心 那今年推出的夜餅來講的話 第一個有涵蓋涵幾種的因素 一個是我們的傳統藻泥的夜餅 那也有我們常年累積下的金沙絲 那我們今年也加上以家裡 家裡的味道加上利豆泵的一個 所謂新舊的一個結合 那也有說最近幾年我們也受到 受到好評的去利用關廟的那個 鳳梨跟烏花果所結合的夜餅 那尤其今年的夜餅的我們做單的檢驗風 過去因為現在包裝太有很多的包裝 那我們今年台檢驗風 希望都透過純粹大家一個夜餅 真的享受這個夜餅 然後我們今年的夜餅的盒子的設計 也蠻特色的 等一下會跟大家跟大家看一下 而且是以綠色的葉子 代表那個岩幕去做出來的 又很檢驗 那以金色的系列代表是金色代表的陽光 那一人明夜之下我們也在白天夜晚 我們都可以享受到一個所謂白天的陽光 夜晚的夜情 那因為透過這樣的一個集辦 那今天的記者會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還邀請了很多的貴賓來享受 今天的茶道 那因為我後面這邊很多的茶藝老師 那也希望透過這個記者會 我們來透過那個音樂還有茶道 還有享受這個夜餅的一個笑茶 我想透過這個方式來另外一個 來提倡我們如何就是說在過年 在過節這個期間 然後如何透過音樂透過這個茶道 來享受我們一個 所以具備一個所謂文化 深厚的底映的一個生活 那我想這是我們辦 這個夜餅茶道以茶會有的一個記者會 所以這是我們一個原意是這樣的 另外品地的老師也將題品 加月拼最結合張宗良老師標示 那我們這一次六種的這個月餅 我們配合六種的茶款 有這個龍井 有高山烏龍 還有鐵觀音 紅茶 老茶 還有普爾茶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月餅跟茶的一種交流 然後呢 散發出這個月餅的芬芳 所以我們感謝這個酒店 能夠這麼細心的安排這個活動 希望能夠推廣這個傳統文化 謝謝大家 今年台糖長榮酒店 台南店 中秋加一個月餅 精彩青岩禮盒定價為1280元 含有六種口味的月餅 口味包含南瓜滷肉拔絲 咖哩綠豆泵 翁來今早烏花果 芬芭蓮蓉蛋黃 澄泥核桃 精砂酥 竟然是每年中秋 在那兒 常駐的口味 不論是中秋加節團職 或是上列 彎芬芳的 秦仁 或是團職 秀威 品嘗 這可以 今天一期開放五頂 九月初出費 八月二十日前 訂購付款 柯香早鳥優惠 外觀是訂購 恰恰 宅配服務 貴貫 烘培房 空六 337 386億 以上是大阪門新聞網報道